被商開的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 其中一條罪名是與多名女性通姦進行權式交易 講到這樣相信大家都想知多些Juicy的事 有報導就說令計劃99年升任中辦調研室主任後 長期微服私訪以考察為名去高級會所 及非對外開放的賓館和至少27人開放 當中7人更進展到同居關係 報導又說在03至12年令計劃先後給了4200多萬人民幣 是4200多萬 做分手費給7個情婦 估計這些錢都是受賄得回來 他們都爭氣為令計劃生了5個子女 至於令計劃如何分配時間 報導說他在這方面很有規律 一般都趁凌晨以中央駐地巡視工作為名外出 在早7點前便會回到中南海開會 這個情況每週五大約會出現兩次 報導指令計劃07年升任中辦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胡錦濤辦公室主任後 因為亡的制 索性將情婦帶來中南海 還登記說是中央領導家屬 那便節省不少時間 ONTV都看電視新聞台報導